這個窗簾是從法國訂的 這個窗簾 好特別喔 藍白色系 這個地方是最能透過的嘛 好棒喔 然後再擋一個藍的 就是比較不會透過 所以不會亮也不會太亮 若隱若現 換音樂的時候 電線外露的部分 這個環保啊 就是你要開燈的時候 就拔到兩條這樣打 燈就亮了 我看一下這小廁所 也是這種古早味的概念 可是很黑耶 這個地方其實基本上是廁所 但實際上它是一個 人與鬼的通靈的一個 新的空間 就是露露露露營修 或怎麼樣 這個地方時常最好 時常達到一個能量的時候 這個燈的 這個地就亮了 我買房姐 我今天要開箱我的新家 好期待喔 讓你們提房姐 我也有今天啦 我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我不太喜歡 但是太多人敲碗說要看 那就來看一下我的新家 好期待喔 我們家下面是屬於比較天然 走天然 走天然 馬哥這間是什麼用途呢 這是地下室 你可以停車 喔可以停車 喔可以停車 停你的高手 一二五 然後有很多朋友 如果說每地方睡的話 也可以到人家 喔這樣子嗎 地方很大 喔這樣子 哇還有一個露台耶 裝飾規劃成一間一間 喔喔這間一間嗎 對 然後跟一間我們這邊 不需要窗戶就對了 不需要窗戶 因為你 就是要話題 藝人就是要有話題 啊 你都關得死死的 人家看不到有什麼話題 可是你 你這樣換衣服 會不會被 人家看光光啊 就是要點要看啊 對 然後我這個窗戶 是從法國訂的 這個窗戶 哇好特別喔 藍白色系 對藍白的 這是很陽光 很陽光 就是它那個可以透 那個地方是最能透過的嘛 好棒喔 然後再擋一個藍的 就是比較不會透過 所以會亮也不會太亮 若隱若現 換音樂的時候 你看它這個是 料子都非常好 這樣子 那天花榜你可以介紹一下嗎 天花榜 不需要衣櫃的意思 就是勾著對不對 這個才要講嗎 你如果真的不懂設計 你先去看設計書 再來看我的視頻好不好 哇好棒喔 好期待喔 這個窗戶 你看這個窗戶 這窗戶怎麼樣 就是 它這個建築就是說 你可以很自然的到達另外一個 你要拿東西幹嘛 都很方便 不會說還在開 還在浪費很多體能 很多卡路里 就直接 拿起來 就可以用了 那你這間是規劃什麼用途呢 這間基本上是 遊戲間 遊戲間 那 這麼出質的地板 小孩子你不能帶給他太細緻的東西 因為 就說真的 你什麼都要保護的話 他將來就沒辦法有抗壓 沒辦法接受外面的這個刺激 從小拉磨 拉出拉長繭 他就不然會受傷 蛤 對啊 然後小孩子如果說 想長高的喜歡攀爬 欸 哇 這個也是特別設計的嗎 特別設計的 因為還帶電 那這個電線外露的部分 這個環保啊 就是你要開燈的時候 就拔到兩條這樣打 啪啪啪啪啪啪啪 燈就亮了 喔 你電影片看過嗎 連那個車子也是用這樣 啪啪啪啪啪 喔 喔 原來如此 長姿勢了 那這一間呢 廁所廁所嗎 對 我們這裡是洗臉的水 洗澡的水 這是什麼風格 放大小號水 哇 這樣子這麼天然 天然 這好像溫泉一樣 哇 你們不是喜歡泡天然的湯嗎 這就是天然的湯 這樣子 對 多好 那會不會這些水跑出來客廳呢 不會 不會 真的嗎 因為有高嘛 有高低差嘛 然後這個地上都是高級的這個大理石 做的棋盤格 喔棋盤格 喔棋盤格 這個就是剛才我看第一期哈利波特的時候那個 哈利波特裡面那個那個 那個西洋棋 齒 齒 齒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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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很喜歡哈利波特 喔 那這一間可以稍微幫我們 介紹一下嗎 這是我的主臥室 哇 主臥室也是這樣子 有一點點 這個的特點就是主臥室比更衣是小 因為只是睡覺 啊更衣的話你要 你要 不要換 比較需要 最重要的躺著睡 躺在這裡睡嗎 躺在這裡睡 嗯哼哼 那有一些粉塵其實沒關係嗎 一個保護層 一個保護層 都是空物質 那你們要去洗那個 洗那個泥漿布 是 是 求的也是一個孔子啊 然後 到進步裡面 西洋是精神的毛 那 那這個 牆壁的 這是一個畫 這個清晰色 喔 這個黑色就是浮雲 就是 西洋棟 增加磁場的一種 對 所以你看我告訴你 你只要一經過就 有能量 對有能量 其實這個是潘老師幫我設計的 齁齁齁 那這一間呢 哇這一間感到 這間是浮蜜房間 啊大哥我感覺到你的那個窗簾一直有 西西索索風很大的聲音耶 它這就是 聲響式窗簾啊 聲響式 一般的窗簾是沒有聲音的 可是這聲音是 讓你知道有風在聲音裡 啊好棒喔 真的是 對 大師的概念就是不一樣 那這是浮蜜的房間是不是 對 浮蜜房間也是不需要窗戶嗎 不用 因為我們就沒有接受到 子女的一舉一動 然後我們搭路的話 這種意外或怎麼樣 我們可以第一個時間的窗外處理 所以 不要被你的隔離框架住了 你不覺得這樣看起來空間更大 真的空間感好大 好寬敞喔 真的很不錯耶 真的很不錯耶 那我們參觀一下你的廚房好嗎 廚房的位置是在 基本上不太需要更多 因為我們就是一樣 我們會去外面撿木材 回來燒 好 廚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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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午餐都是這樣嗎 對 因為你如果被一些熟具設限住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做大的 比如說烤前陽 你如果有那種 烤前陽的部分 烤前陽的部分 這邊可以弄烤家的部分 真的也是很 很有創意很不錯 對 就常常看你的視頻 都有在煮飯做菜 要有錢 這個是也是用錢 我跟了很多國外的設計師 去一起溝通 創意思考 好棒喔 這很不錯耶 做一個 控肚窯的設計 那後陽台的部分 洗衣服 然後散衣服 因為後面 非常好 你看我們是用這種 就是那種雜物 雜物理層 掩蓋 這一段 環保材質 對環保材質 這個就是 反正就是不要讓光全部透下來 因為會太刺臉 因為年紀大了比較未光 所以我們會採取一些 天然的一些雜質 一些木材的一些樹葉 然後做成一個 假斑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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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有排舊褲 排舊褲 不用太新 沒有人會寫的 這樣子 那我們看看 你後面好像看有一間黑黑的 那是什麼呢 那是一個 比較小的廁所 廁所 比較小廁所 我們看一下這小廁所 也是這種古早味的概念 可是很黑耶 這個地方其實基本上是廁所 但實際上它是一個 人與鬼的通靈的一個 太恐怖了吧 一個新的空間 就是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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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或怎麼樣 這個地方時常最好 這樣好嗎 時常達到一個能量時候 這個燈 這個地會亮 對 潘老師每次來 這個燈都亮 而且都爆開 我們都還在換新的 非常好 那這邊的水管是 有什麼用途呢 就是可能是 有時候配合國外的泡水街啦 然後就可以拿水這樣沖啊 這樣子 親子玩樂 親子玩樂 好棒喔 那你預計大概 就是 什麼時候可以入住呢 大概三個月 三個月喔 因為我現在家具從國外訂的 國外訂的 你等這個窗簾就等了快半年了 這個窗簾耶 這是法國的設計師 法國的設計師 藍版 真的是 很不一樣 真的很不一樣 真的很不一樣 對 那到時候會邀請一些好友來家裡 狂歡嗎 我是喜歡找一些 真的是對設計有認知的朋友 他們才看得懂 要不然他們來過 如果是一般 一般人看不懂 對 我剛進來的時候也嚇一跳 我剛回答你們的問題 我嘴巴都乾了 對 我剛進來也嚇一跳 哇 這真的是很 很少 你這樣看空間 感覺有沒有70分 有有有有 很會運用空間 馬大哥 常常看你只會做菜 不知道你對設計感 這麼有想法 這個燈怎麼樣 燈有三管 但是只有 有亮著的只有兩管 但是為什麼使用三管 用四管 用四管 用五管 用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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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五管 用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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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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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很基地的一個三 對 喔 了解 學到很多耶 很棒 好 祝你好運喔 就是 因為只要努力 你們也可以 就是跟我一樣 用最高檔的菜式來做個設計 對 這個 因為家常常 在家裡時間比較多 所以我希望把家弄得很舒服 對 一定要大對不對 對 你說為什麼一定要沙發 一定要坐在沙發上 洗地而坐 所以我看你家好像也不需要什麼冷氣 電風扇 有扇子啊 我們的扇子都是進口的啊 那些扇子 而且你用的這個法國窗簾 其實很涼快耶 台灣目前好像我 好像還沒有人用 真的 你好協味喔 沒有 台灣的 真的很貴 真的很貴齁 真的是 沒辦法 說你想要做 你會不會 好 真的很貴重 你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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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